中评社北京7月8月电,评论员乔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, 美国国务约已经提出要求,美国将派出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,协助防卫美国在台协会,这说明美国对台政策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,中美两国建交初期达成的撤军、断交、北约等协议已经不复存在,美国明目张胆地和台湾发生官方关系,美国军队进入台湾。 不仅如此,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披露,台湾与美国在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长期存在,美国将会继续与台湾保持特殊的关关关系,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,已经彻底放弃了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,把台湾玩弄于鼓掌之间,充分利用台湾这个筹码与中国讨价还价,特朗普并非不了解大陆对台政策, 也并非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,特朗普之所以敢于在台湾问题上惹是生非,就是因为他这样做,可以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好处。 特朗普内阁官员直言不会要求台湾购买美国武器,把台湾当作凯子,试图把台湾敲诈前进。 与此同时,利用台湾问题不断要挟中国大陆,迫使中国大陆对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。 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新加坡会谈,然而会谈结束之后,美国认为中国作用已经不复存在,立即宣布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争。 更令人发指的是,美国联邦政府高级官员不断放出风声,要加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,美国国会更是出台一系列的法律,强化与台湾的官方关系。 美国国务院之所以要求美国派出海军陆战队进入台湾,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,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巨大的让步,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非常棘手。 如果继续向后退缩,对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台湾视而不见,一个中国原则空洞化,那么美国一定会变本加厉,继续在台湾问题上玩弄花招,不断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。 可是,如果提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,那么,必然会造成大规模伤亡和财产损害,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。 这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,中美两国贸易战争如火如荼,如果美国开平新的战场,利用台湾问题打做文章,那么,中国将恢复备受敌,面临两面作战的窘境。 当前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非常多,但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,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气势汹汹,动辙采取惩罚性措施。 就是因为台湾问题被美国牢牢的抓在手里,美国多次利用台湾问题,迫使中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。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,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,将会受到严峻挑战。 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继续铤而走险,那么,中国将不得不考虑依照法律的授权,采用应该采取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。